汹涌的神之元气在硝烟体内疯狂席卷 除此之外 还蕴含着硝烟如今无法吸收的不朽之力 但这些不朽之力从硝烟体内溢出的时候 便是尽数被虚神铠甲所吸收 除了元气和不朽之力外 金丹内还蕴含着极为浓烈的魔气 硝烟体内的八十纹青色魔丹 便是以飞快的速度凝聚 片刻之后便是突破百文 青色的魔丹也在此刻纹路消失 颜色发生了变化 青色化作了紫色 之前硝烟所得到天和魔尊的传承斗技 天和魔光像 除了本身的元气之外 更是还需要魔气加持才能施展而出 不过斗技的威力也确实不错 如今魔丹达到百文后 施展天和魔光像 自然更不像之前那般费劲了 而且按照目前看来 魔丹是前往杀戮之塔更高层的必要条件 硝烟突破至十四亿的元气底蕴 也是在磅礴元气的冲刷之下飞速提升 很快便是突破到了十五亿 硝烟随着实力的提升 修炼速度也是与日倍增 凝聚元气星辰的速度更是越来越快 在硝烟修炼之时 杀戮之塔的第九层 一套身影盘坐在阴暗之处 在其一旁还助力着一套倩影 太精 陨落了 倩影难难道 盘坐的身影缓缓睁开了双眼 这套身影正是祖师名为永和的分身 此时她的眼神平淡 看不出有任何的悲喜 不过 显然太精的陨落 仍旧在心态上造成了一些波动 你认为 她是暴露了信息而死 还是其他原因被其抹杀 永和缓缓地开口询问道 在她身旁助力的倩影 不是别人 正是瑜琴 瑜琴微微沉吟 柳眉微醋 身材风鱼 不肥不瘦 恰到好处 颇有温润之美 不过此时的瑜琴脸上 没有任何效益 虽然平时和太精 喜欢斗嘴相互刁难 可真正得知对方陨落的时候 内心也是颇为难受 此人城府极深 就算不能论此人 女帝的城府更深 这两人在思索什么 我等根本猜不到 在跟随的一段时间里 只感觉 此人行为古怪 出手随意 且没有任何章法 实在是无法拿捏 瑜琴苦涩地说道 听闻女帝二字的时候 永和眼中 也是露出复杂之色 若女帝一直跟随在她身旁 确实是一件 非常棘手的事情 不过 若是和太虚联手 牵制住女帝解决此人 应该不难 永和缓缓说道 你可曾看见过女帝出手 永和再问 瑜琴顿了顿 然后回忆之前 跟随硝烟发生过的战斗 才缓缓开口 女帝从未正面出过手 不过和公主 长得一模一样之人 她是不朽肉身 但元气 似乎却还停留在斗神 所以我想 大部分情况 都是女帝暗中出手 不过 女帝确实太强 她的出手 只要不想我等察觉 完全看不出来 甚至只要她不想 我们都无法发现 她在何处 如幽灵一般 仿佛 藏在了影子里 瑜琴说道 对于女帝的印象 只能用心经来形容 因为对方的强大 已经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 一如斗仙 无法想象斗神 斗神 无法想象不朽 这完全是绝对 境界上的差距 那将曾是神志不朽 虽然陨落 不过却并非真正陨落 但现在她所剩下的力量 只会越用越少 一旦所剩的力量用尽之时 她也将迎来真正的陨落 永和点点头 仿佛能够感受到 于情内心之中 对女帝的震撼和敬畏 即便是永和 也对女帝无比谨慎 所以才打算联手太虚 发动一次对女帝的伏击 就算不能在此番战斗中 能够击败女帝 但也能够借太虚之手 对女帝进行一些试探 而且也能让太虚和女帝结仇 永和真正的目的 显然并不是为了抹杀小燕 毕竟 无恙和她生得一样 似乎在她看来 并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易容之术并不算困难 想要和她一模一样 倒也并非没有可能 所以目前为止 永和真正想要解决的 依旧是女帝 女帝的出现 才是对猎神宫最大的威胁 在其没有出现的时间里 不说统治玄音真界 但在整个玄音真界 猎神宫却有着 绝对的引领地位 且随着发展 加入的强者越多 猎神宫所拥有的资源 也在不断壮大 长此以往下去 猎神宫必定会在不久之后 发展成为 玄音真界最强的力量 至于永和 便是能够达到 曾经女帝那般层次 在整个玄音真界当中 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掌控权 权力 这是永和现在这个阶段 所追求的 而女帝再一次的现实 让永和感受到了危机 其女帝对猎神宫 表现出来的态度 虽然没有明显的敌意 不过越是如此 说明女帝心中 对其更是有所思量 宝宝其什么时候 就出手灭掉猎神宫 所以祖师必须提前去做准备 最好是让第三支力量 缠合进来 就比如太虚 太虚在玄音真界的力量 只是冰山一角 一直都不算高调 不过祖师知晓 太虚的力量也非常强大 最好能够引发 两者之间的战争 至于自己 火上浇油便可 不多时 第九层挥舞之中 传来吉池之声 两道身影并将而来 最后全停在了永和面前 你便是猎神宫的公主 其中一个陈生铠口 两道身影皆是身着薛神铠甲 头铠随时覆盖 本身头颅就是致命要害 所以平时便是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否则极其容易被他人一击而亡 薛神铠甲的模样大致相同 唯有颜色和简单造型上 有些许区别 当然 真正的区别 即是在手臂之上的数字 永和的目光也是第一时间 落在了这两名太虚之人的手臂上 上面赫然是两个不同的数字 817 830 看到这两个数字的时候 永和眉头微皱 似乎感到有些不悦 不过竟是一瞬 眼中恢复清明 对这两名太虚之人微微抱全 是的 地神宫祖斥正是在下 祖斥缓缓开口 面对两名太虚 祖斥语气平淡 在他们面前 倒是没有任何卑微之色 反倒是颜色冷漠 似乎在彰显 他才是悬阴真界 真正的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